耶稣山寺 自古以来像寺院道观这样的建筑 大多修建在高高的山上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不管是佛教徒还是道教徒 都希望天上的神仙能看到自己修行的虔诚 为了让神仙能够看得真切 于是修行的地点也就越来越高了 其次修行需要一个安静寡淡的环境 如果身边都是种种诱惑 那么无论是谁 哪怕定力再强 估计也无法宁神静气 于是乎这些庙堂 大多都修建在与世隔绝的山林之中 一个夜晚 李白就来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寺庙 看着陡峭巍峨的山峰望着触手可及的星辰 李白颇有童趣的写下了夜宿山寺 诗提名为夜宿山寺 宿原来写成这样 本意就是人躺在屋子里的床上睡觉的意思 尸体也就是夜晚住在山上的寺庙里的意思了 夜半时分 向来夜生活丰富的李白自然是无心睡眠 于是他灵机一动 便稍稍打开了房门 打算趁着夜色来个寺庙探秘 不知不觉 李白就来到了山顶 猛的一抬头 边看见一座高耸入云的建筑是拔地而起 上面赫然写着三个大字 藏经阁 李白抬头仰望 不禁连连感叹 哇 真是威楼高百尺啊 威原来写成这样 表示一个人站在悬崖上 本来就是高的意思 尺是唐代的计量单位 一尺约等于三十厘米 白尺就是用夸张的手法 表示很高的意思 在唐代最高的建筑不到三百尺 而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塔 在李白看来竟然有几百尺之高 李白很是惊讶 便信不向上攀登 过了很久 气喘吁吁的李白 才终于站到了楼顶 抬头一看 哇 此时的他仿佛置身于浩瀚的星云之中 小星星们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飘荡 简直就是首可摘星辰啊 李白一伸手 似乎就能摘到身旁飘过的小星星 李白这次夜席活动真是收获破风啊 真想放声高歌 可李白又看了一眼星星 立即捂紧了嘴巴 不敢高声雨 恐惊天上人 这些小星星们 不就是一个一个的神仙吗 你看那不就是智德星君 木德星君吗 哎呀 李白可再也不敢高声说话了 害怕惊扰了这些神仙 那李白的麻烦可就大了 在形容山的高度上 杜甫用的是 毁当灵绝顶 一览众山小 也只是把泰山 跟其他的小山做对比 而这首诗中 李白却用奇妙 而又天真的想象 形容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将威楼与天做对比 不仅能想象到 站在威楼之上 便首可摘星揽月 又天真的认为 一旦弄出声响 就会惊扰到天上的神仙 这样就足以见得 威楼 耸入云霄的高度了 拥有这种 惊人的想象力的 除了李白 怕是 没有第二个人了 威楼 高白尺 首可 摘星辰 不敢高升于 恐惊天上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